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专业术语呢 一共有四个字 每四个字呢叫三庭五眼 那么今天我们这堂课里面讲三庭 什么叫三庭 三庭和口红之间的关系 和嘴唇之间的关系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庭呢 就是我们指的是脸的分成三个等份 上庭 中庭和下庭 上庭是指的是从我们的发际线 到我们的眉毛底线 我们称之为上庭 从我们的眉毛底线 到我们的鼻翼底线 我们称之为中庭 从我们的鼻翼底线 到我们的下巴尖 我们称之为下庭 从我们的鼻翼底线 到我们的下唇线 和下唇线到我们的下巴尖 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我们来量一量自己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暂停 来照着镜子来看一下 我们的鼻翼底线 到我们的下唇线 我们的下唇线 到我们的下巴尖 是不是百分之五十 如果不是各百分之五十 那么我们的下庭 就不是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口红 比如说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位模特 他的这个鼻翼底线 到他的下唇线 他的下唇线 他的下巴尖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所以说我们今天找到 这位模特的下庭的这个位置呢 相对来讲 他是符合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的 相对来讲的话 他的人中偏短了一点点 人中偏短 可能就会带动一个什么样的缺点呢 就是我们的中庭偏长 如果我们想画一个可爱的形象的话 我们就拉近中庭的位置 我们画下勋 我们拉近这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下勋 卧蚕的位置画出来以后 它中庭就因为这一个下勋的这个作用呢 它中庭就会变得稍微近一点点在视觉上 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 在画嘴唇的时候 他就给它涂成一个颜色就完了 其实要看一下自己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我们到底是用唇峰去拉近我们的人中 还是我们用我的下唇线拉近 或者是放大我们的下巴尖 这一点都是在我们的唇形上 可以控制和解决的 然后拿一个尺子量一下 我们模特的这个下挺的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我们的鼻翼底线到我们的下唇线的位置 应该是二点五 我们模特多了五毫米 相对来讲的话 多了这个五毫米 我们这个嘴唇和我们的口红应该怎么画呢 在画口红之前 找一个高光色 把这块放大 找了一个高光色 我们涂在它上唇峰的位置 如果我们上百分之五十 过短的情况下 你想改善的话 这个位置是画高光 如果我们上百分之五十 有点长的话 这个位置可以把口红画的延伸出来 生活当中的你呢 家里也一定有很多这种你喜欢的颜色 更多的女性朋友呢 她不喜欢涂特别重的颜色的口红 那么我们如果仅仅有一只颜色重的口红的话 你手里一定有润根膏 所有的料体是可以中和的 比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唇刷 我们取一点比较红的料体 然后再去在这个润唇膏上给它做一个中和 这样的颜色 它就比较柔比较淡 也比较滋润 也比较容易延展 这是一种料体的使用方法 那么生活当中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这种润唇膏的使用方法呢 可能是你看上去料体很红 但是它用起来呢 它是一个润唇效果的一个淡淡的水红色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在上唇的50%除了一点高光 那么在上唇线呢 我们没有给它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唇线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嘴角的口红一定不要落下 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戴上 还有这个里面的位置 一定要戴上 你这样你的涂的口红的这个礼仪标准 才是正常的 尤其是这个线的位置 一个淡淡的生活当中可以使用可以出门的口红 这样就涂完了 滋润型生活当中最常用的这种口红色系呢 我们如何调整如何涂抹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在生活当中有态度的口红 就是颜色保护度稍微高一点的口红 适合亚洲妹妹的两个颜色 要隆重推荐给大家 一个是橙红色 一个就是深红色 千万不要买就是大红和阳红 它就会显得你皮肤比较黑 而这种深红 会显得就是唇型非常的性感和饱满 而且会显得你皮肤很白 那么橙红色呢 就会显得你皮肤白的同时呢 然后你就很时尚 我们来看一下橙红色 涂在我们模特的嘴上的效果 涂得还蛮好的 还蛮不错的 哇完美 这个学生也太好了一点 有些时候呢 你可能会多出来一点 你看它这个位置 其实也涂得多了一点 看到了吗 那么多出来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或者是修整呢 就这个位置 就是有一点让人感觉不够精致 所以说我们需要拿一个修容的小刷子 找一个肤色的这种分地 在这边给它修整一下 这个弧度就有了 这个修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很流行画唇线 那么现在如果画唇线的话 是容易显得有一点年龄大 那么我们又想要有唇线感怎么办 拿粉底液的小刷子勾一下边 也会出来这种唇线的这种效果 它的唇形也会变得很精致 刚才我们试了时尚的橙红色 我们再来试一下 特别适合亚洲妹妹的 显白的并有态度的深红色 大家如果是想选择一个有态度 在人群当中很醒目的话 那么深红色是我们的选择 来 深红色的口红 我们让模特涂一下 看看有什么样的效果 对 它的这个微笑唇呢 它先这样是很好的 来 我看一下 笑一下 跟我说话说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它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你涂完深红色的口红 一定要注意一个 可能会出现的尴尬的小情况 就像是你吃完了菜以后呢 你牙上带了菜那个叶子一样 那么我们涂完深色口红呢 一定要照着镜子刺一下牙 一定要 看一下 确实是没有沾颜色 你看它这个位置涂到了以后呢 就是如果是料体是非常好的 啄色力非常强的话 就油性不大的话 就亚光唇形的话 可以往里面涂 涂得越往里越好啊 当然一会我们还要讲一个染色料体 这样更适合往里涂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出现两个唇形的颜色 那么多余的料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亚光口红的效果 沾一点三分 揉一揉 抿一下 来看一下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再沾到牙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因为多余的料体 它已经全部被止吸走了 它就不可能往牙上去沾了 这样的话这个口红的带妆的时间也会长很多 生活当中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用的是 这种高体的这种口红的话 它的带妆时间 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你就要补一下妆 但是有一种料体 你可以选择 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牌 它都有一款单独的料体叫染色料体 这个染色料体是什么效果呢 就你准备出门的时候 你给它涂上它 但是就是五分钟之后 你再给它使劲擦掉它 再上一层润身膏 八小时不脱色 我们来试一下染色料体 就是说我们在选择 平时职场的工作 或者比较忙 或者赶飞机 一整天可能都没有太多时间 闲暇时间去补妆的时候 那么这一时候 你就要选择染色料体 我们来看一下染色料体 是什么样的效果 不用特别仔细涂 不用特别仔细涂 因为我们不管涂成什么样 我们都要擦掉它 都要染到 染色料体基本上也是分各种各样的颜色 有咖啡色 有霉红色 也有大红色 我刚才试的是一个霉红色 大概过三十分钟 或者三十秒钟 或者一分钟以后 它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染色料体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三十秒以后的效果 我们在等待这三十秒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同色同时看 比如说生活当中 我们涂了口红的颜色 我们拿刷子取一点 没红色的料体 再手上调匀 那么这个颜色的眼影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口红的料体 亚洲人的形象 在眼皮上 非常适合涂的 其实是红色 会让你的状态很焕然 你看 颜色并不重 但这个颜色和这颜色相固硬 你就会感觉很精致 你的妆面 那么其实是一个口红料体而已 我们当然料体不能涂多 上面再压一点粉 那么眼影就处理完了 这样三十秒钟 我们也过去了 我们来拿纸擦掉它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三十秒钟之后 染上的这种口红料体 而这种染完的这种口红料体呢 最少八小时它不会掉 所以说明天赶紧去柜台 买染色料体的口红吧 前两年就特别流行 有一种叫做 不叫唇釉 叫唇采 每个人呢 女生的嘴上都涂得油油的 其实这种唇采啊 特别不适合北方的这种 不良的这种天地之下 因为它特别容易沾染这种细菌 所以说呢 唇采现在目前也不流行的情况下 现在又出来了更多的是唇釉 唇釉也是一个哑光质地 会比较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来看一下唇釉 唇釉就是这样的 正常来讲的话 唇釉它都会有一个小斜面 或者小三角面 那么三角面的这个平面呢 是画我们唇的内部的 那么唇尖呢 是画的描绘我们的唇线的 先拿这个位置 先画一个唇线 然后再拿这个平面呢 然后把这个唇线内 然后给它涂抹均匀就好了 这个颜色叫芭比粉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 适合和涂抹的 芭比粉很多女生很喜欢 但涂到脸上呢容易显黑 所以说用芭比粉的女生呢 就是特别的一定要注意 妆容的那种精致度 你如果不化妆 涂一个口红的话 那么选择别的颜色 如果你化完一个精致的妆 我们可以选择尝试一下 死亡芭比粉 芭比粉在脸上的效果 还蛮好的 我们来张嘴看一下 刚才所有讲的细节 有没有注意到 边缘嘴角的涂抹到位 我们那个张嘴以后 唇的内部有没有其他颜色 那么我们涂得还蛮好 这个地方唇峰的位置缺一点点 这个你看哈 不是这样涂 是板过来 拿这个尖涂 对 很肯定的涂一下 对 让它这个弧形 像艺术品一样的呈现 好 芭比粉的效果 口红的课堂呢就到这里了 你有没有学到一些 与众不同的小知识呢 明天化口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是不是符合50% 50%的这种黄金比例的夏天呢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学会这个课堂的小知识 进行一些调整了 可以看大致5号 他看大致5号 ir 准够功效果